嗨,大家好,我是空玩迷布玛 今天带来的是变身西装 是胖厨师穿上神奇西装 从此自带英俊光环 走到哪里都能收获一群迷媚的故事 主角大胖是一家餐馆的老板 性格也很好 不过长相差了一点 所以经常受到严控女孩的伤害 内心简直就是被扎成了筛子 某天美女小美突然到店里来应聘服务员 大胖大喜过望录用了她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她总觉得小美喜欢跟自己四目相对 顿时感觉陷入了恋爱 其实小美对大胖确实是有好感的 学生时期她曾经在这吃过饭 当时一个贫困老人总是吃霸王餐 其他顾客都看不下去了 大胖却温柔地替老人开脱 这一瞬间她就成了小美心中的男神 这天下午两个人在餐馆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气氛非常轻松 大胖脑子一热就向小美表白了 小美问大胖为什么喜欢自己 大胖也是毫无意外地表现出了很强的单身实力 她说因为小美的鼻子眼睛身材都很好看 是超级大美女 小美因此非常失望 转身就走 把餐馆的工作也给辞掉了 可是大胖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遭到拒绝 以为一定是自己长得太丑 夜里泪流满面 第二天 大胖路过一家西装店 想买一套新的西装 可是店员却向他推荐起了 新式的变身西装 据说可以让人立刻变得非常英俊 大胖可不相信这种奇怪的东西转身就走 这时候 帅气店长撕开外套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他在没有西装的时候 也只是个其貌不扬的大叔 店长接着说 这种新式西装需要找人来测试 大胖最守 所以最适合 大胖试着穿了一穿 结果真的变得非常英俊了 大胖蹦蹦跳跳地走出大门之后 发现自己受的待遇 简直就是天翻地覆 不管在哪 迷妹都是排成了队 多到一间屋子都挤不下 当天就有星探找到大胖 让他当上了头号男模特 而大胖在工作时 还撩到了头号女模特 也就是冷淡风的美女小冷 在感情和事业上都迎来了春天 同时大胖在不变身的时候 偶尔也会继续照料餐馆 这期间比较重要的事 就是录取了同样外貌平平的胖姐 有天两个人一起出门采购的时候 胖姐突然发现了一个游戏 就是比赛发现路人的幸福 大胖试着跟他玩了一会儿 发现自己也被路人幸福感染了 心情顿时变得很好 突然间觉得胖姐也是一个有趣的人 不过这期间 大胖在感情方面主攻的 还是冷夜美女小冷 两个人的感情升温很快 还一起到了小冷家里过了夜 眼看就要关起床单 大胖喜新于色的洗了澡 却忘记了 西装老板曾经叮嘱过自己 西装遇到热水就会失效 结果不慎 变回了胖子本色 他趁着小冷不注意溜回了家 并且在第二天西装恢复正常后 跟小冷道了歉 没想到这件事情刚过去 老板又让大胖拍摄一组洗澡的照片 他慌忙拒绝了 而一只嫉妒他的男同事听到后 猜出大胖害怕洗澡一定是有引擎 于是某天故意把热咖啡撒到了他的身上 好在大胖被浇着后溜的够快 这才没露馅 当晚他又找到了西服老板 想要不怕开水烫的西服 老板说确实有那种西服 但是一旦穿上 就再也变不会原来的样子了 大胖听了有点犹豫 不过当晚坐公交车时 又因为长相太丑 被大妈们当成了色狼恶言相向 大胖心想 如果是英俊状态的自己 大妈的态度肯定是截然相反 一气之下便穿上了永久版的西服 可是第二天 大胖上梯台走秀的时候 突然被告知胖姐在出门买菜的时候 遭遇了车祸 他想起了和胖姐一起工作的经历 又想起了昨晚被大妈们当成色狼的时候 只有胖姐坚信自己是无辜的 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胖姐 于是便迫不及待的要去医院看她 他向观众们郑重道歉之后 逃到幕后割开了自己的手臂 没想到变身西服这么简单的就给脱下来了 大胖又成功的变回了胖子 接着大胖出门遇到了小冷 他已经明白自己喜欢的是小冷的外貌 便郑重的向他道了别 不过小冷并没有猜到眼前的这个胖子 就是自己的男友 接着大胖在表演了一段励志日剧跑后 成功的来到了医院 这时他才知道 虽然胖姐确实被摩托车给撞着了 不过受伤的却是车手 大胖和朋友们虚惊一场开心的不得了 并且真的是一点也不顾忌 旁边这位受伤的车手的感受 电影结尾时 大胖和胖姐来到了天台 开始互相表白 胖姐说自己还有一件事情瞒着大胖 说着就摘下了外套 大胖这才惊讶的发现 原来胖姐就是小美 她在穿上了变身外套之后 就变成了丑女 而她之所以要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大胖能够喜欢上自己的内心 大胖傻眼一阵之后 心里乐开了花 从此跟小美过上了高高兴兴的生活 好了 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给布妈点个赞 欢迎关注科外粉丝第一时间获得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